你怕什麼大愛喔 好啦 請準備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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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啦 還有我的阿睿導 只會有你一人演出 也只會有你一人聽得懂 我只好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 逃婚 我让你带我去 你这不哭 为什么你每个人都这样骗我 你让我带我 我还有一些 要跟你说 又是一档新戏开始 河畔青青讲述的是 明子师姐与杰子师姐家族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开始 所有的爱情也都早已注定 这段爱情不管是天长地久 还是短短的五级半 你都要使出全部的力量 去爱 去体会 这就是当演员最过瘾的事情 法国女人的味道 感谢我们照片师姐 好起来脸变小 对 当然讲到重点 看到我的女朋友跟老婆 这次要很相爱了 这次不能再打我了 这次要很爱她 很爱很爱她 对 谢谢 应该的 这是我的新家 在台北的郊区 可以找到一家 好啊 你是空人 对不对 三合院 已经很少了 那居然还找得到福气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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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拍啊 不是啊 先拍后面的 对不对 就变成比较顺 好顺 变得不能拍啊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有没有别场 可以用到这个走道 还有呢 很抱歉 开工第一天 碰到这个 没办法拍 所以 他等了一个上午 所以孩子没办法 只能说抱歉 哇 那经过 我们常常开会炒会 谢谢 三位 嗯 拜拜 谢谢 哎 好久不见了 我刚刚说你会翻脸 你怎么这样啊 开拍第一天就这样子啊 没有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不是 来看一下 阿爸 对啊 我们 原本没那么多 现在慢慢拉出来拍 原本是 招德 跟他老婆的戏比较多 这样 变成我们比较多了 鸡来者了嘛 对不对 多拍一点 阿公看到的名字 名字跟阿公叫我 讲个句话 阿公没办法 结果副导 大笔一挥 直接把原本要拍的第一集 结婚大喜之日 改拍 丧子之痛 等一下 阿公会问你哦 他没有 这是谁呢 豆酸 他家 他没有 他没关 关 一块 菜头boom通食以后啊 您这不过 选害我加义丸呢 都得到啊 你退远啊 份连换衣服 我 他这样脱啊 他这个多 拍背 撕到這裡 我看到了 那一家人 然後就哭 哭一下 要拍一個片 我是從那邊撕過來的 對 這是撕完 這是假的 好 可是現在就是不假的 可是你要讓觀眾看到 要看嗎 好 預計第一天沒有這麼激動的戲 在schedule裡面 但是因為下雨 所以就臨時有一些 在外面的那些場次就沒有辦法拍 那我們就只能將就這場景 就把一些可以拍的那場次 就把它挪到第一天來拍 對 那所以就有一些 比較吃重情緒的戲 臨時就挪過來 今天就那麼重 剛好在過年 剛好過年的時候 家裡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 有了巨變 所以那個過年的味道 對家裡來講通 都已經沒有了 沒有辦法過年了 所以就把家裡的春戀死掉 看著你背影轉呀轉 夜一山天一亮 看著疲憊的你還在忙 好 似水溫柔 光天堅強 終於還是蒼藏 棕紋協在臉龐 兒女依然是你的 牽絨 满满的水 撐起一片天空 天真的孩子 以为我无缝 好 谢谢 今天拍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老园 没办法 这天气太糟糕了 最早的通告是6点 所以其实 我们有工作8到9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很早熟 1 2 3 4 5 6 7 8 9 拍了9场 虽然下雨 我们硬筛 因为这里是主场景 所以有很多戏 还好老天有保佑 有很多演员就来了 拍到一点点 0.3 0.2的 有的演员来了 一场都没拍到 大家都很感恩 大家很帮忙 十天后 远班人马 才在同一场景 拍摄原本第一天 要拍的第一集第一场 逃婚大场面 不知情 众人忙 那先拍这个 其他人对 其他人还是跟他打招呼 来 这东西来车出来 扔关掉了 大牌啊 好大牌啊 加利姐 他在他个人专属保补车上 你这可以开到离现场近一点吧 这山坡那么远 这个车开不下来 而且打光应该要记身的 应该本人 就是嘛 像我一样 那六个人一样 你这么年轻 啊 你玩过吗 对 刚好 等老开一下 然后就很开心 可以来开脚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很久没人做了 然后之前我们都各自忙 然后这次刚好有机会 可以来个 只是一下下都觉得很开心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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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走一步 担忧 今天是我弟弟结婚 说到姐姐妈妹妹妹她都回来了 结果弟弟逃婚了 妈 不好啊 你这样没去啊 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啊 有喜刺啊 有鞭炮啊 有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啊 但是我要娶的不是我喜欢的人 然后父母亲不听我的话 所以 我只好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 逃婚 但是因为这个姐姐是个非常沉稳的姐姐 所以就看起来没事 大家都还是那种 知道弟弟不见 大家都还要顾作没事状 你好你好 然后心里急着要死 然后妹妹赶快去找找找找找找 我看他在那里面 这么小 现在丑部这样 恭喜 恭喜 对啦 感谢你这样给我们疼痛了 没了 坐吧 坐吧 好 要带到屋顶哦 大产面续场 对啊 第一次 逃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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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啊 再来 好 好棒啊 这样 摆得到吧 来 放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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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 一开始 男主角就跑走了 就还蛮特别的一个开场 然后一开场完了之后 然后再用一个倒叙的方式来讲出 这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带着最喜欢的萨克斯风 那之所以会在对面的山头 是因为刚刚要离开的时候 有回头看一下家 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家 我要离开它了 什么时候会再回来 不知道 然后跑跑跑 跑到一个山头的时候 回望的过程当中 突然听到有人叫我 赶快跑 不然会被抓回去成婚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 一些的镜头 走到刚刚定位吗 没有没有 这才是定位 就在这个 这定位就站着就好了 山底下那群热闹的人群 不知道要结婚的男主角 已经离开了 他们还在那边庆祝 爸爸妈妈以后还见不见得到 这些亲朋好友 还见不见得到 所以回头再看一眼 有一种强烈的对比 那当然也有一种 男主角的一种心酸跟一种决心在里头 然后离开 慢慢地离开 好 男主角一脚踏出画外 拎着最心爱的萨克斯峰 来找心爱的人 没想到心爱的人 让他吃足了闭门羹 跟他一生 不跟他一生做会 我自己也不能做冠状 要我离开你 你跟别人想我 你才不知道 我的心很痛 我不会回去 我让你带我走 你这么久 我现在也在 你快回去 漂亮 漂亮 对不起 我一直转身 漂亮 你要去哪里 接这里 接这里 因为跟赵的合作 是第二次 他有点熟悉度 所以只要他一流眼泪 我就会忍不住 尤其他讲到什么心痛 我只要看 所以刚刚在对戏的时候 其实我眼泪已经流尽了 那我自己要真的来的时候 也不会 就是 那个情绪还是在 对啊 对啊 我觉得 很棒 是啊 而且 没有啦 而且我把台词稍微改得 比较 自己讲完之后 会比较有感觉一点 就讲到那个 比较痛的地方 然后 你要我离开你 去跟别人生活 嗯 你知道吗 我心很痛 你才不知道 我的心很痛 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他不要 他一直叫我回去 然后后来我都已经 穿结婚的衣服都跑出来 我都已经逃婚来这边找你了 你怎么还是要我回去啊 所以我最后才会说那个 为什么连你也不要这样逼我 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这样逼我 小孩子 我怎么这么逼我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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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两边好 那他们走到这边 就说拜鬼祖母 拜鬼祖母 拜了堂 成了婚 两人度过一段幸福 又充满着音乐的生活 只是 吹萨克斯风 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然后我有去参加他们练习 还练了两次 吹不出来 你要用肚子吸气 一直吹 吹不出来 你是用胸口吸气 吹了大概半小时之后 然后突然吹就 有啊有啊有啊 才吹出第一个音 有有有有 有进步有进步 谢谢谢谢 这支就是我的阿鲁道 它是吹嘴 对啊 然后好像拼装游戏一样 变形金刚 然后再把这个 装起来 这现在把它弄松 吊再吊 吊起来要 第一次 之前没有 是因为这支系 真的去学 稍微学一下 这个萨克斯风 从认识它 然后到开始熟悉它这样子 然后大概什么音阶 按哪一个位置 吹出声音还好 但是要吹出歌曲不容易 对 因为吹出歌曲的话 你要熟记它的 它按哪一纸 是哪一个音符 对 而且有的时候 它必须要在 一拍当中按两三个 对 按两三个音符这样子 对 那个快慢 我还没有办法 电阶 对 拉扯电阶 没有 这也是第一次来 这里是哪里 就是山穹水径 好像没有路了 然后突然一个转弯进来 这怎么有一个片场 就完全就是那种 有点像日据时代的一种 那种一层楼的海房子 那就很有味道 而且这种玻璃 这种屋顶 这种梁柱 其实找不太到 这么完整的一个场地了 对啊 所以就觉得 这也是拍戏 另外一种收获 常常会去到一种很 很特别的地方 然后之前 不会有机会去的地方 有别的老的 很老很老很老的歌 除了这些 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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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 那个东阳歌行吗 都可以 老的就是那个 青春的 对啊 他这样一样 有吗 这样一样 这样一样 另外两位可以吗 对啊 5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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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他姿勢很好看 嘴型又好 很好 很好看 但是 姿勢啊 那個 喔 姿勢是一流的 這個是我的薩斯馮老師 然後那位呢 那位是那個總裁 團長 團長 他是團長的 其他的就是團員這樣子 但是會各種的樂器 就讓畫面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好 拍照 唯一 唯一的那個片段而已 胸痛 台詞不重要 心痛啊 對對對 好像是痛啊 對 李樹木呢 就從小心臟就不好 那 但是 他常常就是說 不敢 我要休息一下 但是又怕去驚擾到其他的人 所以他都一直在苦撐 然後也不想要給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是 以後變太太 不想讓他們知道 然後也不想要讓自己的好朋友 同事知道 這是身體 我自己的身體 我自己最清楚了 這不用去 不用去 不用去醫院檢查了 結果後來自己就 突然倒下去 倒下去就 再起來就不容易了 他才意識到說 健康的重要 然後去醫院檢查的重要 那可是 已經來不及了 對 對 好 阿爸 這樣我告訴你 你們的開關在這裡就好了 這個位置 提紙 給它啟動 這該以後到哪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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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是木材行的那個機師 維護他的那個工具的 機械的 對啊 所以 而且 不但跟木材行很有緣 而且我的名字就叫李樹木 你看這會滾耶 好有趣 這是多少年 這種老式的工藝的那個痕跡 因為有味道吧 不但聞的有味道 看起來也有味道 然後那種 古色古香的感覺 那才不枉費找到這個 木材行這個場景 對啊 不然沒有拍到這個 就覺得有點可惜 五集 前面五集 第四集昏倒 然後再來就在醫院裡頭 然後再來就走掉了 所以是很快 前面五集 大概一個月左右就拍完 我開門 是 我開門 我開門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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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以昭德在戏里 仅短短爱了五级半 便撒手人寰 但他觉得 这也是当一名演员 最过瘾的地方 然后我们常常会看一些传记 然后会觉得说 哇 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但是如果一般人的话 仅止于说 哇 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们却可以去演 实际的人生 去扮演他 然后就觉得说 哇 真的是 太棒的一个工作 那但是我们演员呢 哇 可以过好几十种的人生 那可能这三个月到五个月 我是演医生 那可能这一个多月 我是一个乐手 而且是他们师兄师姐 精彩的人生片段 我们却用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去经历他 除了过瘾之外还会觉得 太棒了 我就觉得说 何德何能 可以让自己去经历 顾这么多人的人生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一种淬炼 然后从他们的故事当中 得到一些经验 然而爱情总是残酷的 先走的人去街心戏了 体验另一段人生去了 留下来的人 则继续在戏里苦苦思念 年轻的寡母 带着两个幼女及高堂 浓浓的思念 抵得过残酷现实的挑战吗 李母的精彩人生 自李树木往生后 才正要开始 下集将为您呈现 河畔梦游仙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游仙境